今年5月1日攻占所有媒體版面的最大新聞 不再是烏二戰爭 也不是政治人物的選舉糾葛 更不是明星八卦 而是中斷近13年的美麗南橫今天開通 一開通湧進無法想像的人潮 將南橫公路塞成大停車場 蜿蜒的車樓明延七八公里 也有人笑稱是南橫菜市場 尤其满满的重機萬頭磚洞的塞滿南橫路上 這種盛況不上頭條還真的不行 創下南橫開通以來 人車進入最高的紀錄 予以開放日為5月1號勞動節 有許多民眾提前一天漏夜排隊 引爆大量的車潮 開放前台東端向陽管制造 等貨車流約1.4公里 高雄東梅山口等貨車流約3公里 開放後最大排隊車流約6公里 中午過後台東端往高雄端 僅零星車流 下午2點後 向陽管制少外已經無駐留的車輛 開放第一天 每小時湧現1000輛以上車次 共濟湧入5807輛車次 其中汽車3626車次 佔62.4% 機車及重機 2181車次 佔37.6% 高雄端 進入梅山口 至向陽 總數 4128輛 公路保全及警方 在梅山口及天池控管 進入車輛 多數遊客大多是前往 雅口平台 想要回顧以往 雅口雲海的美景 車流全部匯集在雅口平台 主要雍色路段為 32K到39K雅口路段 前後端停車 等待時間約60分鐘 雍色雲音以用路人 任意紅線停車 機車行駛過程中佔據對向車道空間 少數汽車駕駛不耐等候 逆向行駛對向車道 少數用路人停車等待時 會緊靠路側 彎道寬度不足處 用路人 路側停車 用路人不熟悉路況 在雅口平台 未找尋停車空間 稍有停滯 未有效調控車輛停等時間 調節車流長度 三公處決定 啟動車輛調控措施 1必要時緊慢車輛經過管制少數度 避免車流同時匯集 2 攻斷保全人員將會同警方 提早控管梅山口進入之車輛數 並加強取締違規車輛 3依照排隊車鎮長度 設置沿線告示牌 提醒用路人等待時間 4如上午11時 梅山口等待進入的車輛 以達5公里車鎮 將請用路人適時回轉下車 改走其他旅遊路線 5月2號跟5月3號 因為都有降雨的情況 山區 亦發生零星的落石 建立遊客減少進入山區 如果車流過大 車輛容易塞在落石區 可能造成人身及車輛的危險 建立西端高雄民眾 如中午12點前未經過寶來 請勿在上山 因路寬較窄 如駕駛人開山路 經驗較不足 行車速度較緩慢 而且 較不易會車 建議 搭乘接駁車上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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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胖人有限